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11月1日的晚上 我再给您分享一个游戏的信息 什么信息 咱们大家都知道 勇者斗龙建造者二代 今年12月20日发卖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马上给您分享一下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说勇者斗龙建造者二代 破坏神西多河空矿岛 包括矿山岛 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建造者的谜题的一些信息的公开 就这么一篇文章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说 Square Annix公司在今年12月20日准备发卖勇者斗龙建造者二代 破坏神西多河空矿岛 然后它一共是两个版本 咱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PS4版 大家请看 就这个版本 然后一个是Switch版 我其实挺犹豫买哪个版本 按理说 我应该是买Switch版 为什么 便携嘛 对吧 我躺床也能拿着练练集对吧 可是我一看这个画面 前两天我买的是NBA2K19 一看这个画面 我实在是不想买Switch版 所以说我可能买PS4版的几率比较大 多少钱 再说多少钱了 咱们看这地方 PS4版 通常版是7800日元 如果再加上两个DLC 第一弹第二的两个DLC都加上的话 是9700日元 再乘以一个消费税 稍等咱们马上成 我算算这是合多少钱 9700对不对 然后消费税是1.08 10476 然后再除以一个 比如说人币的汇率 大概合人币600来块钱 真的是有点贵 加上DLC大概合人币600多块钱 稍微有点贵 但是我感觉这个游戏本身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当时做的是勇者斗龙一代 建造者一代 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 好咱们看 现在建造者2 他在日本全国五个城市里面正在举办体验会 都体验些什么内容呢 主要是这个Okamurukima 主要是这个小岛 这个小岛都有些什么内容 咱们往下看 首先说以空矿岛为据点 然后你可以访问各种各样的小岛 你还有收集一些技术 收集一些人才 然后建立属于自己的空矿小岛 就这么意思 然后大家请看Okamuru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矿山之岛 这个岛的名字叫做Okamurukima 在这个小岛上 咱们可以制作一些金属的物品 但是咱们需要收集什么呢 需要收集铜矿石 铁矿石等等这些矿石 然后作为咱们玩家 你可以打通阻塞的一些坑道 同时有一个叫做阿拉库莱塔吉 什么意思 阿拉库莱怎么理解 就是说撞汉 莽壮汉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 就这个感觉 比如说你可以得到一些个壮汉们的帮助 然后让他们去帮你采集 然后你还要为这些个壮汉 提供一些他们更容易工作的环境 然后让他们帮你采集矿石 换句话说 咱们现在不自己采集矿石了 咱们建个屋子 比如说建个温泉 对吧 然后养好一帮人 让他们去帮咱干活 是这个感觉 所以说有点这个经营管理的东西在联 当然没有 然后咱们再看 进而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小的遗迹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建造者的谜题 然后咱们要利用建造者的活用 建造者的力量 然后去挑战这些谜题 如果这些谜题都解开的话 那么你会得到很多的东西 请一定不要看喽 就这么个意思 好 然后咱们再看 这个是说 今年12月20日发卖的建造者 然后是第二代破坏神西多河空矿岛 然后这是说跟他一样 想建金属物品 那么需要去到矿山小岛 叫做Okamuru 然后使用这些个壮汉 对吧 让他来帮助主人公 同时要为这些壮汉 创造一些个容易工作的环境 然后他去帮咱们采矿石 就这个感觉 我估计有可能是每一个账号 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岛 然后和其他的玩家进行一些个邀请 一些个共同建造 可能是这个感觉 然后再看这说 修理坑道 然后可以铺铁路 然后进入到矿山的内部 这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些壮汉 如果你让这些壮汉有干劲的话 那么他就会去帮你采矿石 非常不错 这是说 有延时封锁中的坑道 没关系 咱们把这路打开 咱们看 这个应该是实际的建造者2的画面 我感觉怎么说 因为我玩过这个一代 对吧 也都打通关 总感觉这个二代的画面 3D感稍微强一些 可能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不如一代的那种2.5的感觉 实际看到 实际拿到游戏再看画面吧 这是说 大家请看 铺铁路 然后通往矿山的内部 乘坐什么 乘坐头楼口 头楼口是什么东西 大家请看 头楼口就是它这个小车 一般都是拉煤 什么拉货 他们就成小车 这个小车 我突然想到 这个小车说白了 就是抄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里面 不会有这个头楼口的小车 对不对 抄我的世界 有点抄 OK 其实它不光抄我的世界 还抄塞尔达呢 回头再说 然后大家请看 同时呢 你还可以借助一些个妖怪的力量 帮你开采 你看 这是石头怪 叫勾兰 对吧 它一拳把矿石击碎 对吧 大家请看 这边是主人公的一个小女生 是吧 她站在这个 她不是站在 她坐在这个勾兰的肩膀上 然后帮她去开采 还有这么一个情景 OK 这是说 就是说进入矿山的这些个壮汉 它会帮咱们采取大量的 或者说叫采掘大量的矿石 就这帮壮汉 这帮壮汉 这帮壮汉应该是在 勇者斗舞龙建造者一代里面的第三章出现 嘎龙啊 他们这些人摆都记的名字 这帮壮汉 这个也是勇者斗舞龙系列经典角色 OK 再接下来 这是说 这些个壮汉 他们呢 你要让他们呢 过得舒服一些 那么他明天就会去帮你 开矿山 踩矿山 大家请看 这帮人正在做伸展 勇者斗舞 建造者一代是说什么吧 是说这帮壮汉 他特别喜欢泡温泉 我估计可能还会给他们再做温泉 大型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这个素材看起来跟一代差不多 是吧 OK 接下来 这个就说 这个世界各地藏着各种各样的谜题 等待建造者去挑战 什么谜题 咱们看 比如这个 在世界各地呢 咱们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建造者的谜题 是吧 这些问号 等待咱们去把它给解决掉 OK 在各种各样的岛上都会有 这是说seech是什么开关 就是你当你打开一个开关 这些个块呢 就会动起来 然后呢 咱看一下 就这个感觉 这个有点像什么 知道吧 有点像我的世界里面的红石系统 你点按钮 棒棒棒 整个里面都动起来 他有点学我的世界 叫超宝听 有点学我的世界 只要能学的好 能超越我的世界 为什么不呢 对不对 OK 再接下来 这是说 这是个谜题 排在前面的这些sabotin 这叫什么 仙人掌 你呢 应该找到他们之间的规律 然后呢 完成这次挑战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主任公 对吧 前面这几个仙人掌 你看完之后有什么规律 然后呢 完成挑战 大家请看 这个画面不知道是开发中的作品 还是完成品啊 你看他这头型 第一 有点像小悟空 第二 确实不是这么的高清 不是这么的清晰啊 我真的有点担心 这个成品版能不能像一代式的那么清晰呢 稍微有一点担心 这是说 有各种各样的谜题正等待着咱 而且呢 这些谜题呢 藏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细微的小角落里面 等待咱们去寻找啊 也是非常不错 大家请看 这是两个史莱姆 是吧 两个史莱姆 我估计这可能是比较不同 然后呢 如果有不同地方呢 咱们把这块呢换成一样 应该是这个感觉的谜题啊 OK 总的来说 这个游戏我是非常期待 因为我是完整的做了 勇者斗龙建造者一代的攻略实况 然后呢 二代呢 我觉得我也不应该错过 如果今年年底发卖的时候呢 我可能也会再做一系列这个视频 希望您呢 持续关注我的视频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